第十六章 耶稣從死女復活 過了安息日, 抹大拉的馬利亞, 和雅各的母親馬利亞, 並殺羅米, 買了香膏, 要去高耶稣的身體。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出太陽的時候, 他們來到墳墓那裡, 彼此說, 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 那石頭原來很大, 他們抬頭一看, 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 他們盡了墳墓, 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 穿著白袍, 就甚驚恐。 那少年人對他們說, 不要驚恐。 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 拿薩勒人耶穌, 他已經復活了, 不在這類。 請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 和比得雪。 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裡, 你們要見他, 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 他們就出來, 從墳墓那裡逃跑, 又發抖, 又驚奇, 什麼也不告訴人, 因為他們害怕。 耶穌現與末大拉之馬利亞漢。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穌復活了, 就先向末大拉的馬利亞顯現。 耶穌從他身上曾趕出七個鬼, 他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 那時他們正哀動哭入, 他們聽見耶穌活了, 被馬利亞看見, 卻是不信。 耶穌數次向門徒顯現。 這時以後, 門徒中間有兩個人, 往鄉下去。 走路的時後, 耶穌變了形象向他們顯現。 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 其餘的門徒也是不信。 門徒奉差遣。 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 耶穌向他們顯現, 責備他們不信, 心裡剛硬。 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 看見他的人。 他又對他們說, 你門往普天下去, 全福音及萬民聽。 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不信的, 必備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職隨著他們。 就是奉我的命趕鬼。 說身謊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麼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主被接到天上。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 後來被接到天上, 坐在上帝的右邊。 門徒出去, 到處宣傳福音。 今, 主和他們同工, 用神職隨著, 證實所存的道。 阿門。